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三十刻度工作室制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2781集 叮铃铃电话仿佛催命一样的响着不停 五姿咬着牙坐视伸手去接 摸着 洛根突然站起身来 一把攥住五姿的手 沉声说道 先不要接 不接 五姿眉头一皱 运怒道 这是能躲得过去的吗 这个电话不接 很快就会打到我们的私人电话 就算我们的私人电话也不接 很快就会有人找上门来 在米国境内 躲避都市家族的势力 犹如海鱼想要挣脱大海 根本不可能 先退下 洛根说着急忙将自己的手机套出来关了机 同时示意五姿跟他一起关机 五姿的神情一急急声说道 你 你这是做什么 你知道刻意地躲避都市家族的联系意味着什么吗 你听我说 我认为我们还有办法改变当前的困局 洛根的眼中涌起了一股深意 似乎在做着思考 五姿吃笑一声 无奈说道 改变 怎么改变 除非我们现在就能研制出 能攻克出这种超级致病菌的抗生素 那倒是可以借助我们的强大宣传能力 在国际上将势头搬回来 就算无法压倒世界中医协会 起码也能跟他们平起平坐 保住世界医疗工会的名声 只要这次能够打成平手 就算不输 他们仍就可以稳居世界医学第一的宝座 可是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五姿长叹一声满脸颓然 谁说不可能 洛根脸色一沉 眼神陡然间变得犀利无比 冷声说道 只要我们想 我们立刻就能够拥有这种药物 立刻拥有 五姿被洛根这些话 惊得猛然一愣 满脸疑惑 你疯了吗 我们去哪弄 跟老天祈求吗 不错 跟老天祈求 洛根双眼一瞇 声音坚定地说道 五姿张大了嘴巴 满脸惊叉 只以为洛根受到了刺激太大 真的疯了 我们身边就存在老天 掌握人体秘密的老天 洛根猛地转头 双眼锐利无比 五姿猛然一震 接着恍然大悟惊声说道 你是说 曼森 基因之父 曼森辛科特 是当今世界 甚至整个人类历史上 对人体基因了解 最深最透彻的 基因学专家 可是他 他哪儿来的药物 五姿不解 洛根脸上的肌肉 跳了跳 沉声说道 你难道忘了吗 曼森先生曾经说了 他有一种可以改善 人体基因的特殊药物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便增强人体体质 可以有效帮助人体 攻克一些 肢间都无法治愈的疾病 不行 这个绝对不行 五姿文言脸色大变 未等洛根说完 便急声出身打断 他反应极为激烈 这种药物风险太大了 五姿的脸色煞白 慌声说道 从药物的性质上来说 那种药物 是作用于人体基因的 不是帮助人体免疫系统 来对抗疾病的 性质不同 但是结果 不都是一样吗 世界医疗工会的药物 就相当于 人体免疫系统的帮手 帮助人体战胜疾病 而曼森先生 研制的基因药物 是从根本上 改变人类的身体素质 从而战胜疾病 这么分析的话 曼森先生这种药物 反倒更具备优势呢 你懂个屁呀 五姿被洛根这一套 歪理学说 气得脸红脖子 从怒声说道 以我们人类 现在的基因技术 根本无法保证 可以完善改善 人体基因 却不出现任何负作用 你只想着曼森的 基因药物 可以让人的体质变强 但是有没有想过 这种药物 也可能直接将人体摧毁 基因药物 基因药物在整个医学上 相当于潘多拉磨合 任何人都难以预料其 应用后所带来的 彻底影响和后果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这种药物 具有极高的风险吗 洛根不以为然地 白白手嗤之以鼻 任何事情都有风险 所有走在大马路上的人 随时都有可能 被汽车装死呢 难道因为这样 所有人就都不走路了吗 你这是外力邪说 呼叫蛮臣 基因药物的风险 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 特勤处队员所使用的 那些基因药物 的确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让它们变得很强 但在药效过后 它们要承受千百倍的痛苦 而且很多人的内脏器官 都会直接损毁 光是我们知道的死亡案例 就已经达到了上千了 够了 洛根力声打断它 脸色阴沉 仿佛能挤出水来 可是我们现在出了选择 这种尝试 还能这么办 难道真的要让世界医疗工会 彻底毁灭吗 听得出它这声质问 原本情绪激动的舞姿 顿时沉默了下来 脸色阴郁 清白不定 想到世界医疗工会 将在世界医学界 被华夏中医协会踩在脚下 甚至永远踩在脚下 他便心如刀割 痛不堪言 毕竟世界医疗工会 也是他一手操办起来的 武姿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我们只能放手一波 洛根剑武姿迟疑下来 立马趁热打铁 我不希望看到我们辛苦建立的机业 就这么会在那个 华夏 黄毛孝子和家柔的手里 我知道机业药物使用后 可能存在风险 但就像你说的 也仅仅是可能而已 如果最终证实 它并没有风险 并且真的能够攻克这种 超强致病军呢 我希望你给世界医疗工会 一个机会 同样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听着洛根这番 极具煽动性的话语 武姿脸色变换不停 脑海中 做着极为激烈的思想斗争 诚如洛根所言 基因药物确实 可能存在很大的风险 但也仅仅是可能而已 迄今为止 已经有几款基因药物 被证实应用在人体上之后 确实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副作用 他内心也不由地 生出了几分侥幸的心理 如果曼森制造的这个基因药液 没有副作用 甚至副作用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那便相当于攻克了 这个超级致病军了 也就帮助他们保住了 世界医疗工会 在医学界的头等地位 一面天堂一面地狱 在这种局面之下 洛根内心煎熬不已 实在难以抉择 伍兹 你跟曼森先生接触了这么久 你应该很清楚 他在基因学方面的实力 和成就 洛根见伍兹还在犹豫 继续劝说 他也说过 他一直致力于 降低基因药物的副作用 你就算不相信我 那你总应该相信 曼森先生吧 就在这个时候 办公桌上的专用电话铃 再次响起来 仍旧是都市家族来电 洛根看了一眼电话号码 脸色一变 急声说道 你快点做出抉择吧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相信 如果这个电话 我们再不接 三十分钟之后 都市家族的人 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并且他们的拳头 也会狠狠地 砸到我们的脸上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